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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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分析翻译专利软体的设计模式 首先我们讲到大纲 那大纲第一个就是重点提示 第二个单元的定位 第三个课程内容 第四个总结重点 第五个延伸阅读 首先我们看一下重点提示 那重点提示第一个就是 什么是翻译专利 第二个有哪些翻译专利 第三个翻译专利 有哪些新的学习模式 我们看一下单元定位 好那我们看这个单元定位 就看到了我们测试 其实有三个单元 第一个就是翻译内容改善的软体 第二个是翻译输入功能的软体 第三个是翻译输出功能设计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翻译内容改善的软体 那它有什么内容呢 第一个利用第一语言 及第二语言的语言转换模式 来处理翻译的内容 第二个如何解决不连续片语的翻译问题 第三个就是地质的翻译 第四个如何处理机器翻译的长句 第五个是针对机器翻译的比对文法 及纠正文法 第六个藉由中介语来进行翻译 第七个翻译记忆体与机器翻译的结合 第八个语音的翻译 我们看一下课程内容 那课程内容主要就是我们要研究 专利的内容 它处理哪些翻译的问题 再过来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第三个呢 我们就是范例分析 第一个范例呢 我们就是利用第一个语言 跟第二个语言的转换模式 来处理翻译的内容 那它主要呢 就是说我们语言都是多语化的 其实呢它是有不同的表达 那我们这里来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台湾中文的话呢 大概都是说我家里除了爸爸妈妈之外呢 我还有一个姐姐跟哥哥 那其实德国人呢 他们认为说每个人都有爸爸妈妈 所以他在描述家里的成员的时候呢 不用讲我有一个爸爸跟一个妈妈 他们直接讲我有一个姐姐跟一个弟弟 比如说一哈啃 ether 我还得布春 可是这个中文翻译的时候呢 不能只翻 我有一个姐姐跟一个哥哥 一定要说 因为你假如说我有一个姐姐 我有一个哥哥 好像你的父母已经痌亡了 已经去世了 所以我们在中文里面一般都会讲 家里除了爸妈外呢 还有一个姐姐跟一个哥哥 可是在德文就 他不用讲到父母 所以他就把这两个语言的特性 就是转换的不是一对一的转换的时候 他有一些特性我们把它储存起来 那以后遇到这种特性就可以知道怎么处理 我们举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像德文的话 我们中文的话我们说 彼得喝汤 可是德文的话是彼得吃汤 所以它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Peter is the discipline 彼得吃汤而不是彼得喝汤 所以在这种语言之间的特色 我们把它储存起来 那就知道以后翻译应该怎么翻译 比较会通顺 我们再过来我们看到这个范例 就是解决不连续片语的翻译问题 那就是机器翻译呢 他常常没有办法去辨识不连续的片语 怎么叫不连续的片语呢 就是我们一般的话 连续的片语就是这个片语是在一起的 在旁边而已 比如说Instead of 跟As a matter of fact 还有Keep up with 这些都是连续的 就是它是连在一起的 可是呢最难的是不连续的 就没有连续在一起的 那所以呢 Aquaint with 比如说不连续在一起的 那机器翻译没有办法连续 所以因此呢常常会犯错 那这个专利呢 他就是把不连续的片语呢 做处理 让机器翻译可以辨识出来 以便可以翻译不连续的片语 那我们看一下地址的翻译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 各国的地址排序是不同的 造成机器翻译呢 他的地址的错误呢 很多 那我们依照呢 这个专利就是依照各国的特性 地址的特性呢 将一个语言的地址 翻译成另外一个语言的地址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德国的住址是由大而小 对不起 德国的住址是由小而大 那台湾的住址是由大而小 比如说德国的话 我们Göterstrasse drei 然后二零一九五汉国 那你德国的 翻译中文的话 要汉堡是哥德街三号 他是先讲街 然后再讲城市 那我们刚好相反 先讲城市 然后再讲街 那以下的例子也是一样的 我们先讲街 德国是先讲街道 然后再讲城市 比如说左营大陆100号 然后左营高雄 那我们中文的话必须要 高雄市左营区左营大陆100号 那就是要把它转换过来 那就是处理这种 因为各国的地址排序不一样 而造成了一些翻译的错误 然后再过来的是机器长距的处理 那这个是针对就是机器翻译的品质 那我们知道这个长距非常的长 很难翻译 那他这里的方式就是把句子先切割之后 再去重新排列 那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 所以他就可以切割说原因是彼得生病 结果独自去世中心 那方式就是没有彼得的陪伴 然后时间就是今天 然后他在依照这些 切割完了之后 再依照中文的文法去排列 以便于这个翻译的译文正确 比如说我今天独自搭公车去世中心 因为彼得生病无法陪我 比如说这样 下一个案例就是针对机器翻译的 比对文法还有纠正文法 就是其实机器翻译 常常因为文法不正确而翻译不好 那这里有两个意义就是说 我们先把原文 有可能原文反正就是错误的 我们先把原文的文法 校正对了 然后再去翻译 然后之后这个译文 因为是外文的文法 所以我们再把它改变为中文的文法 所以他这里的方式就是 我们先校正原文的文法 然后再由校正过的原文 去进行机器翻译 可是他还是外文的文法 所以我们产生的机器翻译译文 再依照中文的文法去修正正确 再过来是利用中介语进行翻译 那由于我们的语言有不规则的特性 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就是在中文要讲爸爸妈妈 然后哥哥姐姐 然后在德文母诱 她只要哥哥姐姐就好了 那她是不规则的 那所以导致这个机器翻译的错误 非常的多 那利用中介语 所谓的中介语的话 它是一个中性的语言 我们利用中介语 然后去转换 然后就不会产生落差 所谓的中介语的话 它就是一个中性的语言 就是我们先把原文变成中性的语言 然后再把中性的语言 再变成外文中文 这样的话它可以减少一些 不规则性的翻译 然后达到这个翻译比较正确 再过来我们讲到就是 翻译记忆体跟机器翻译的结合 那翻译记忆体跟机器翻译 它各有优缺点 那翻译记忆体它最大的优点就是 人的翻译永远都是最好的 可是你要去引用它了 你一定要这句话有翻译过 那机器翻译它翻出来是 有的时候是错误的 可是机器翻译它有个优点 不管你给它什么句子 它都可以翻译 那所以这个专利它就把两个方式 就是翻译记忆体跟机器翻译把它结合了 那结合的话呢 就是比如说 我们举个例子 这个桌子呢有100欧元 那我们翻译了之后 把这句的德文翻译成中文 然后这两句就连接在一起 那下次呢我们再弄就是遇到同样的外文的时候 可以引用译文 就是它已经翻了 所以不用再翻第二次了 OK 那遇到呢没有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可以用机器翻译来翻译 比如说我们要翻译 这个我知机值100欧元 那可是呢我们的德文里面只有 The teach cost 100欧元 只有这句话 桌子呢值100欧元 所以呢就是它的落差是果汁机没有翻译出来 那我们就打果汁机呢 用机器翻译去翻成The mixer 然后再把它改变过来 就是说我们遇到原文的时候 我们先用翻译记忆体里面的印文 因为里面的印文是人翻译出来是最好的 然后呢遇到没有翻译的东西呢 我们再用机器翻译来翻译 然后我们看第八个案例就是 第一端使用第一个语言 然后对方第二端使用这个第二个语言 然后呢它就是 就是等于说台湾 台湾比如说我现在跟在台湾跟美国朋友打电话 那我用中文对方就可以听到英文 那对方讲出来的英文到台湾来就自动转成中文 那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日后是可以达到的 现在还没有办法 那这个专利是用词汇的比对 其实词汇的比对呢是不够的 不过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很棒的 以后呢比如说阿嬷要跟他美国的孙子讲话就不是问题了 阿嬷可以甚至可以讲台语 然后到美国去就变成这个美文 那个美国的孙子 他可以讲英文 然后传到台湾来就变成了这个台语 来我们看一下总结重点 翻译专利呢大多处理些什么问题 那翻译专利有哪些创新的思维 那我们要思考一下如何从范例中找到新的想法 就是如何呢改良这个范例 进而呢开发这个新的产品 再过来我们看一下延伸阅读 那同学假如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我们的智慧财产局 还有个专利检索 去检索一下最新的翻译软体资料